明天带进来 再给回明天 且求明天绕了一个大圈 还是把球拿回来 在船中 找孔帕尼奥没有找到 斯里奇的远射 斯里奇是一个组织型的前卫 但是你看 时刻上来了 他也能打前腰 看来 黄秋明斜插过来坚硬 阿黛米往进区里掉 孔帕尼奥 大中风啊 第27分钟 天津金门虎 主场1比0领先 长春亚太 恐怕尼奥这个赛季的 第12个中超联赛进球了 两个外员中卫都没有 一开始贴得特别紧 这个时候 李申元挂在他身上的 这是挡不了的呀 我觉得你这个挂这个词用的特别好 李申元真就是挂在身上再往后走 然后被他掀翻了 对 看你说这个履历应该是实力可以啊 但是他这个过了国庆的年龄段以后啊 没有进过成年的国家队 葡萄牙有很多这种 贝里奇 还有机会 直接打 哎呀 重心没能跟得上啊 刚才那个位置其实正好是巴顿最喜欢的说明区域 又打到禁区里边 能不能传过来 自己上面就进了 小角度的进球 王秋明 这个球第一时间 助理裁判应该是并没有举棋的 看起来有一点跃位的可能性啊 但是王秋明这条球打得真漂亮啊 就像一个刚刚拿到玩具的孩子 坐在自己家墙头上一样 能力上有所欠缺 这个进球进的实在太漂亮 我们看 这点画线吧 这个卑鄙不跃位啊 对 只能若有跃位的嫌疑 但是王秋明他向前的这个意识确实好 这个也是他的特点 上半场本来的捕食就有七分钟 加上这次检查的话 估计在八九分钟 快的话直接画根线 这是算进 进球有效 确实打阵地战的话 长春的这个中场的配置也难受 王景贤从左边绕进来 交给祖一 C 好球 李申远 哎呀 传得还不错 后点 海米提 海米提扣回来 没法打门 回到禁区 外围打完 下面场第16分钟 长春亚太扳回一分 比赛的悬念又回来了 张宇峰这球是刀山球硬打 非常的英勇 不给了身后的编后卫李申远 就是这一下 牵进来以后的这条船中其实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贝里奇约位但是贝里奇没有碰到球 海米提把球做回来 这不是刀山球硬打 这是打完了以后自己在看这球进没进 被上来凤骨的对手 撞了一下 杨子豪出过来撞倒了张宇峰 张宇峰倒地以后非常痛苦 当然这会儿他已经看到这个球确实进了 黄锦贤向前插 想绕到最远端还真绕过去了 不过没法直接射门 这太准了 还有紫衣 还有补射 北极还有这球悬了 点球 点球 主裁判黄毅第一时间就手指点球点 下半场风云突变啊 常春亚泰已经扳回一球了 现在又有点球的机会 这一下 这小球传得太准了 越过了天津四个方舟球员 这有点背抗 什么意思 弧线球呢 越过了防线上的三个人 组一的射门打得太正 但是方靖奇这个球 即便脱手 是不是可以把球挡到底线外边去 他把球挡到了身前 上轮 塞尔金教已经先进过球了 所以点球让给了贝利奇 看看这次 这么回事 塞尔金教打门 打门 哎呀 不该换人 这跟昨天 菲利克斯那个球 非常非常像了 现在感觉 天津队这边 把韩东飞换下的 有点早了 包括郭浩 对 这两个人下了之后 很明显 这个防守的力度下来了 强度也下来了 胸部填下来 弹龙 但是你看哈达斯 他挽回去帮助后危险 去包夹防守 投球 这个球 贝利奇的面对救主的得分 他自己选择不庆祝 对天津还是有非常深的情感的 这个球呢 有越位的点移和可能 也要再重新看一看 球进了一瞬间 我看这个主裁判 做了一个球越位的 这么一个手势 看看慢动作吧 不越位啊 林越位 这个 不好说是吧 不好说 因为他肩膀 其实 给我感觉啊 从这慢动作看 应该是不越位 还有膝盖啊 一个膝盖 一个肩膀 然后盯他的球员呢 这个脚后跟 拖在后头 这个也要再仔细的看一看 对 余根伟知道 确实想要对球队的中后场 做调整 但是每次调整 好像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进球有效 不算进了 这场比赛 真的上下半场 两种不同的剧情和方向 这球有机会了 后面 我有机会 都冲了 刘俊贤 两人跑一块了 慢了 这边还有阿代米 阿代米冲上来 要自己打 推给金循胡顶 这下黄家辉打飞了 随着这条打门 偏出了球门之外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 也吹响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